接下来就是把结果写到这个GRI里面 就是DATAGRI 那这地方写法就是 我们在这地方第一个要先知道说 我们设计的这个GRI的名称 那预设其实名称很长 建议你可以把它缩短一点点 缩短到DGV好了 DGV就好了 那这样名称比较短 我们比较不会写程式的时候 光记那一串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这个有错误表示说 我loop的地方还没写 所以记得等一下把它loop加上去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DVG 电 DGV 电 电的话表示就有了 那接下来我要增加一笔的话呢 记得 一列就是Raw 它的Rawes 点Add 就是增加一笔的话呢 Rawes就是一列 一列点Add Add什么呢 这边签 后面加一个E 就增加一笔的意思 Add1 Enter 那这一笔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insert一个资料 那资料里面的话就是说 前面也是D 然后点 Item 我们要add一个Item 然后Item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Item呢 它的第一栏 0 斗点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J 因为我们前面有宣开一个J 预设值就是从0开始 然后呢 它的资料里面的话呢 点Value 它的Value值的话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ID number 第一笔资料 那第二笔资料的话呢 Copy起来 把它贴上去 那这边的话第二笔资料 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把它改成1 第一栏 第一栏是0 1 2 3 那这边改成1 那这边就是改成什么呢 改成Name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改成S E x 然后 这边的话应该改成2 然后再来的话呢 改成3 3的话就是L讯息 L讯息 ER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的话最后要排序 所以排序的话就是 D G V 点 排序的方式的话呢 S Sort Sort 排序 Sort 点 Sort后面刮虎 刮虎就是说 你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排序 按照哪一栏 那第一栏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叫做 Colent 1 第一栏 根据第一栏排序 然后呢 递增或递减 递点之后就是有个递增 递增就第一个 递增 然后按空白键 刮虎起来就好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根据你第一个 Colent 去做排序 Colent 1 去做排序 而且是递增排序 递增排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部分 然后J等于J加1 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1 那 第一列 J等于0的话 这个地方J就是我们预设是第0 0列 蓝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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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 那加1之后后面就是 第一列实际上就是第0列 0 1 2 3 一直往下 那最后的话记得还有一个loop 这样的话程式就跑完了 跑完之后的话记得loop之后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在loop外面还有一个file要把它 这个档案要必须把它close 有没有 我们记得最后要把它file close 然后刮虎 e 刮虎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结束这个程式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程式部分就写完了 如果说这样就通通写完 哇 这样子 再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地方input的资料还没有进来 所以他不知道资料在哪 因为在外面嘛 所以这边是正确的 那再来我们来跑跑看 如果直接按一下就成功的话呢